智齿疼怎么缓解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马东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河面外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智齿现在就是说 是我们年轻人普遍的咨询的一个问题 有的人说这个智齿到底是什么 那么其实这个智齿是我们人类的第三颗磨牙 那么随着人类的进化 我们的上下颌骨已经容不下这么多牙齿了 那么这个智齿又是最晚生长出来的 一般是18岁成年以后才开始萌出 那么它一般来说都不能达到正常的位置上 就是出现一些祖生的情况 那么这样呢 势必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炎症 一般患者呢 首先是因为智齿这个发炎了才来看 那么这个炎症发生呢 其实不是说牙齿本身发炎 是它牙罐周围的牙龈 形成了这个炎症 我们叫智齿关周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来就诊 那么医生肯定不会给你拔除这个智齿 一般先要消除它的炎症 先除炎症 等炎症消除以后 那么择期来拔除这个智齿 炎症消除以后